在香港人口越來越老化時 糖尿、血壓、膽固醇等問題 都只會越來越多 第一,我們講回這個慢性疾病 怎樣可以做得好一點的預防 政府亦推出了慢性疾病的共同治理計劃 不如局長介紹一下這個計劃 每個人都想身體健康 但基於我們的生活習慣 或者我們的年長 年紀越來越大 其實實在無可避免或可能會出現慢性疾病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慢性疾病如果不處理的話 又可能會有很多併發症 而在香港最常見的慢性疾病 其實就是血壓膏和糖尿病 我們發覺的數據 如果45歲以上的人士 其實是有很多血壓膏和糖尿病 大概是一半的人士會有的 所以這個慢性共同疾病的計劃 我們的原意希望可以快點找到這群病人出來 讓他們可以得到一個確切的治療 其實治療除了吃藥之外 還有很多生活習慣要改變 所以為何家庭醫生加上地區康健中心 當初就會擔任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的計劃就是 林醫生你也應該要參加 就是比45歲以上的人士 如果又不知道自己有血壓膏和糖尿病 那你就可以去地區康健中心登記 我們會和你做一些檢查 亦會抽血 亦會在地區康健中心 幫你配對一個你的家庭醫生 你自己選擇的家庭醫生 然後由家庭醫生 那裡就會幫你看你的情況是怎樣的 精神健康最近都甚至滿有的議題 那真的很重要 我聽一些心理學家說 在疫情之後 香港人的心理狀態 的確是比起以前是稍微不太好 我們會不會將這個心理的因素 心理的疾病都放進這個計劃 現時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 先從血壓膏和糖尿病上去 原因是因為我們希望藉著這個計劃 可以建立多一個穩陣 一個基層醫療的網絡和結構 起好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推出更多的其他病 不過你剛才說的精神健康問題 我們現時地區康健中心 在市民來到地區康健中心 我們都會有一些支援給他們 會幫他們做一個很簡單的評估 以及如果會教他們如何 心靈上的健康會好一點 睡覺情況如何 我們都會有些支援給他們 我們亦希望 接下來有機會 可以做另一個先導計劃 在地區康健中心 看看可否做一個正式的評估 看看來到市民的心理質素如何 其實好像你剛才所說 尤其是因為新冠以後 很多病人或市民的心理質素會受到影響 我們最近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6至17歲的年輕人 看看他們的心理狀況是怎樣 然後發覺原來有四分之一 這群年齡層的市民 小朋友或年輕人 某程度上心理質素都有些影響 例如睡得不好 例如真的會有一些精神疾患 包括一些過度活躍等等的情況 其實情況都嚴重 長遠來說 我們都想在地區康健中心 在地區裏面有個角色 我們現在社區裏面的 精神健康方面的人手 家庭醫生固然是一個 護士一定是 尤其是精神科護士 還有心理學家 心理學家我們怎樣可以 都善用到他們的資源呢 心理學家一定有很好的幫助 在關於精神健康方面 可能會做一些評估 將實際評估 或者一些心理需要有舒緩的病人 都可以做得到 我們希望透過基層醫療 可以多一些的臨床心理學家 可以參與我們這個團隊 在這個網絡裏面一起提供服務 另外我們都希望 是不是一般市民的認知 有關自己的心理健康 都重要 什麼情況 其實已經是紅旗了 一定要找別人幫忙 這些認知都是重要的 我們仍然覺得 一人一家庭醫生的理念是重要的 如果試想 每一個市民 其實都有一個很信任的醫生 如果你生活上有些不順暢 健康上有些懷疑 例如睡覺睡得不好 可能第一個知道的 就是你很信任的家庭醫生 這個是重要的 我知道今次都會找家庭醫生去幫忙 都聽過種種的合作方式 其中一樣就是藥物 藥物我們知道最初第一層的藥物 可能就不太多選擇 有時病人就會覺得 如果在公立醫院 聽說好像多些藥物選擇 如果是專科時可以有多些藥物 但去了家庭醫生會不會少些藥物 怎樣令市民都放心 知道他在家庭醫生一樣可以取得合適的藥物 首先講了醫生接著講藥物 醫生方面 其實所有參加這個項目的醫生 都會是我們剛才說過基層醫療 那個名冊裡面 或者指南裡面的醫生 而這些醫生 其實他們需要一些認知 知道糖尿血壓膏是怎樣醫治 他們都要根據臨床指引去怎樣治理病人 而我們的藥物 其實根據臨床指引 相據需要的藥物都會放在這個名單裡面 而這個名單基本上就等於現在醫管局 在基層醫療公私凝協作計劃裡面的名單 而且更多一些藥物 所以我相信要用的藥物 基本上在這個名單裡面有的 不過我們都會定時去檢討這個名單 希望可以加得多些藥物進去 讓醫生的選擇多些 市民的選擇多些 而另外亦都意念得到 如果有一些藥 可能在這個名單之內 未必是政府完全免資助 可能一些相對比較一些 我們叫做nice to have的藥 其實可能市民要共同付費的價錢 可能會多一點 這個都是那個理念 希望在這個計劃的名冊裡面 就是在這個計劃的名冊裡面 可能越來越多這些藥物 剛才我聽到的 局長說計劃都會有恆常的檢討 其實我又覺得這個很重要 其實有兩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 其實推所有的項目和計劃 基本上應該有檢討機制 因為我們首先這個 萬聖集團共同治理計劃 是一個先導計劃 三年之後我們預計 會否再去擴充會否繼續 起碼都一定要有一個重審機制 究竟是這個計劃好不好 而其實我們每個計劃都應該 有一個更加多的進步空間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重評的機制